二姑 二姑 你慢点 二姑 老跟着我干啥呀 我不说了吗 借我五百块钱 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我没有 没有 不行吗 我得修车呀 你这车咋的了 怎么修啊 我这车呀 别哭 别哭 不说声 二姑是这么回事 这不吗 刚才呀 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一会儿滑滑的下 一会儿喇喇的下 一会儿喇喇喇的下 再见 二姑 二姑 我说我说 我昨天呢 不找了一个工作吗 雨下的特别大 视线又不好 拐弯的时候 撞上了一辆小汽车 妈呀 您汽车没事吧 鸡蛋碰石头 石头能有事吗 二姑 你咋不问问我这个鸡蛋碎没碎啊 你这鸡蛋不在我这儿杵着呢吗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车上的人有没有事儿 车上没人 车可能停着的 那你哭鸡的干啥呀 二姑 我没送到 公司罚我五百块钱 还让我赔车 我浑身上下就三十三块钱 我头一天上班上 一分钱没挣 搭出去五百 哎呀 别哭 那你给我五百块钱 我浑身上下都没有灯 我哪来的五百块钱 那微信转账也行 我去年就把你刹了 现在家长也不晚 你妈呀 你瞧不瞧手机没电来 那满鸽的 满鸽的 虚电 虚电 小姨婆 小姨婆 爷爷 咋了这是 哎呀 我 别哭 别说了 我说吧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小姨婆 这网小圈找了份工作送外外嘛 结果她用这个车 把那小汽车给撞了 人家汽车没事吧 没事啊 她都问车呢 没人问我呢 你不在这儿呢吗 不是 最主要的是 他们那个领导要罚她五百块钱 小姨婆爷爷 我浑身上下呀 就三十三块钱 你能借我点吗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哎呀 借你就不错了 喂 对 刚才电话响了吗 没有吧 我震动 喂 对 对 好 小姨婆 别说话 你妈在家吗 在家 我找你 二公子别走 二公子别走 小姨婆 小姨婆 你别走 小姨婆 我干啥呀 你拉我 我跟你起来 小姨婆 你赶紧帮我劝劝她 她老追过我屁股花玩是管我借钱 老酷鸡的 行 我劝劝她 我劝人最厉害了 对对对 你绝 你听小姨婆劝劝你 小倩儿啊 没事儿啊 没事儿 走吧 完了 完了 没好 那你知道我干啥呀 哎呀 我 别过 过去 哎呀 行行行 陪你落会儿吧 能落出五百块钱的不 一天到晚 钱钱钱 钱能当饭吃啊 钱 是吧 失去了 咱们再挣 是吧 钱 不能代表一切吧 嗯 我们老板 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别说你们老板了 你多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除了钱 还有美好的事吗 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 好不好 我不提了 我就33块钱 不提 33也别提 不提 说你呀 不行了 我呀得给他放点音乐 对 咱们呀一边聊天 一边听音乐好不好 对这儿好 啥33块33块 有啥意思 你不不让提吗 你咋提呢 我不是故意的 巧合嘛 巧合 没事 咱们再找一首啊 不许提钱了啊 都不提啊 不提不提 有了 我赚钱了 我赚钱了 赚钱了 谁的 你的 太提 太提 不听音乐了行不行 对 不听了 不提了 哎呀 落点什么呢 哎 她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啊 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 找着 对 哎 小切儿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三个字 给点钱 又说那话 告诉你别说钱别说钱的 你烦人表白 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你 从上辈子起 多好啊 上辈子就认识你 每天晚上有我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爱你在心里 我从未提起你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白了啊 表白了啊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简单的 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 行了 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嗯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儿谈笑风筝 钱有啥用 钱丢了 怎么再去挣 对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上吊了 小医夫爷爷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 它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 又得到了 对不对 小医夫爷爷 啊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扣三千哪 没有 我骗他的 那你太厉害了 小医夫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食物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哎 太好了 钱啊 我希望 你想通了就好 哎 经理啊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 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哎呀 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停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断了 屁股上装了一个大坑 漆都掉了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凭啥罚我三千的 不是 哎呀 我说 小医夫爷爷 哎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说没事吗 命运啊 哈哈哈哈哈哈 老老菜是不是 哎呀 人家小医夫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卫卫的劝你 是吧小医夫 现在梦想成真了 真罚了 哎 小医夫爷爷 你别哭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 好点吗 小医夫爷爷 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得玩呀 我现在生不无动 你刚才就是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千儿啊 二明儿啊 你把那玩儿给我停了 哎 我自从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去年罚了我五千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哎 小医夫爷爷 你进步了呀 逐年在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好 我怎么能整死你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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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夫 小医夫 你先别别激动 也别上火 我想啊 你出事那个地方 他肯定会有摄像头啊 对不对 肯定能找到肇事者 对呀 二姑二姑二姑 你可拉倒吧 雨下那么大能看清楚吗 现在有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撞了就跑 抓着都不承认 像我呢啊 撞了车敢不敢当 敢承认 能啊 老家 啊 你再从头给我说一遍 你你在哪装的车呀 阳光路路口 小医夫 那不是你们公司楼下吗 车什么颜色 尾号五六七八 破案了 往哪儿跑 往哪儿跑 你就是肇事者 不是 咱好好说一下 对对对对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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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医夫 别激动啊 你看这肇事者都已经抓着了 是吧 咱坐下聊一聊 是公链呢 还是私链 好 好吧 你给我坐过去 别激动 公链私链是不是 对对对 要是公链的话 你陪着我到我们公司 你去叫上那三千块钱 那私链我聊 私链 我陪着你到我们公司 你去叫上那三千块钱 不一样吗 你反正得叫三千块钱 我上哪点三千块钱去啊 我那五百块钱还不得上哪点 你听得 小医夫爷爷 要不震得吧 我车里边啊 有套煎饼果子 你吃咱俩两顶行不 你别跟我说没用了 王小千 注意点你的态度行不行 什么煎饼果子呀 我真没钱呢 我跟你说这事就怪你 你知道不 你说你挺大 那一小伙子 骑车毛毛笼笼笼的就玩 骑车后皮 后皮上躲 谁毛毛笼笼的了 啊 我都老稳定了 雨下那么大 视线就不好 那路口啊 我都走八百来回了 那不让停车 今天可都好 停个车 它可以散的 那不违停吗 小医夫爷爷 那车是你停的不 我停的怎么呢 你违章了 谁违章了 我这有证据 交警给你贴的罚单 我是从你车上撕下来的 我想回头联系车主 刚才忙活忙活给忘了 小医夫爷爷 你违章了 你全责 你还得陪我接车车呢 好了 你让我看看 什么玩意儿 你看 小医夫 你真你可过分了 我饿了 你饿了你不能吃我呀 你饿了 不是 你让我看一下 我没看清 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小医夫 你饿了 你饿了那晚上吃完不消化 来吧 我不是故意的 坐着喇喇吧 来 坐着喇喇喇 喇喇喇 喇喇喇 喇喇 那边 这边是被告啊 对 你别激动啊 喇喇 说吧 咋赔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瞧你刚才的出租 你看 我吧 本来公司要罚我三千 我在陪你车五百 交警还罚几百 你这加起来我四千块钱上哪找去 你还想拿着想拿着我不管 你帮我劝劝他 你俩这事闹的 哎 喂 爸经理啊 挪什么车呀 交警都贴罚单了 回去我去处理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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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了 钱不要了 他不要了 不要了 钱不要了 快坐下 都坐下 我从头跟你们说 快点咱 知道吗 今天不是发大水吗 大水 把我们公司 门口的井盖给冲跑了 啊 那个井就裸露在外 咕嘟咕嘟的 我 瞎么糊痴的把车挺到井上了 现在 人家这个 环卫工人要去通井 让我挪车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因为我的车 在井上 多少人 没掉下去 我救了多少人的命 哎呦我的天啊 小姨哥 那你这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我们经理说了 三千不罚我 还奖励给我三千呢 小账 你那三千我不要了 你那五百货 我给你 哎呦 我到公司去领奖金 小姨姨姨 我的钱我也不要了 啊 为什么呀 你良心发现了 不是 你看是这回事不啊 你要不瞎么糊痴的 把那车停了几个二上 我是不是调理了 小姨哥 他瞎么糊痴这件有可能啊 你瞎么糊痴救了我一条命啊 哎呦小姨 快起来快起来 我玫瑰 哎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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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千啊 你能跟小姨父爷爷说这番话 我很欣慰 所以说我要发表一下感想 好 有时不易 但是总是出其不易 你们俩瞪着无知的大眼睛 瞅着我有什么意义 我去取钱了 走反了 没拍上 我小姨姨爷爷说的针对 生活有时不易 但总会出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 哎 千儿你干啥呢 把车修好 工作去 加油 哎哪有钱呢 我要不把你微信夹回来给你 给给你转点钱呢